王菲和谢霆锋两人,虽然是娱乐圈中,比较低调的一对情侣, 但是两人的恋情也是破多波折,如今走到一起非常不容易。 当年两人在刚刚公布恋情的时候,这一对年龄差不大的姐弟,恋就不受大众认可。 后来两人也因为各种客观原因分手。 而后在两人都经历了失败的婚姻之后,又重新走到了一起, 如今两人也算是学会了彼此珍惜。 虽然王菲和谢霆锋现在恋情稳定,彼此恩爱, 但是谢霆锋的父亲谢贤一直都不认可王菲。 在谢贤的心中,真正合格的儿媳妇应该是像张柏芝那样的, 其实即使谢霆锋和张柏芝两人离婚了, 但是谢贤还经常会在公开的场合, 表达自己对于自己儿媳妇张柏芝的认可。 而且谢贤还说自己的儿媳妇不仅是一个好女人, 还是一个好母亲, 而就是因为谢贤对于张柏芝的认可, 所以她一直以来都看不惯王菲。 而网友们之前也曾洗血地调侃说, 谢贤之所以看不惯王菲, 很有可能就是觉得王菲是另一个自己。 熟知谢贤的人应该都知道, 谢贤的一生的确实非常的光辉灿烂, 在年轻时期, 她的演艺事业非常的辉煌, 随后在和迪波拉结婚之后, 就孕育了谢霆锋和谢婷婷这一对儿女。 虽然后来她和迪波拉两人的婚姻, 无疾而终, 一离婚收场, 但是两人在离婚之后, 却依然有往来, 而且, 如今已经八十多岁的谢贤, 却依然有住一个不离不弃的女朋友, 虽然她的小女朋友比她小很多岁, 但是从谢贤的人生就可以看出, 谢贤的却算是一个人生赢家。 谢贤的一生一下自诩风流, 虽然她认可自己的这种风流, 但是她无法认可自己儿子的老婆也如此风流。 而王菲一直以来, 也是一个相当放飞自我的人物, 在和窦为结婚之后, 就为窦为生下的窦镜桶, 但是两人的婚姻并未维持很长时间。 后来, 王菲要和李亚鹏结婚了, 并且生下了女儿李嫣, 但是在生下孩子之后, 两人也因为客观原因离婚。 儿戏术王菲在进入娱乐圈之后 传出的一系列绯闻, 大众就可以发现, 王菲的却是一个相当潇洒的人, 所以王菲这样的潇洒, 也就造就了谢贤对她的不认可。 在谢贤的心中, 女人还是应该像张柏芝那样, 做一个贤亲两母。 之前谢贤就从公开个空喊话王菲表达自己对于王菲的不满, 而且谢贤的态度也非常的强劲, 但是王菲本人似乎并不在意。 当地是很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volunteer 或训续节目币。